Audio Jungle 上七点半,在加州首府《沙家缅度》连续上演了两场晚会 2018年,神韵在《沙家缅度》的巡演圆满落幕 三场演出的票,提前半个月都,已经销售一空 每个节目结束,现场观众,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Aspigo 等于 WIADOW, ADSBYGOOGLE BUSH,托尼腾舌尔,22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他觉得神韵演出精彩非凡,他非常的热爱 他最喜欢的节目,是有关中国现实的节目 他很遗憾这个晚会,不能够到中国大陆表演 但是他觉得通过对中国以外观众的教育,古老的中国文化得以保留 迈克安德森,迈克安德森拥有自己的公司,从事大宗物品交易 迈克和妻子林达安德森,林邦迪恩都住在《沙家缅度》 今年是他们连续七年关,看神韵晚会 迈克说,他们之所以每年来看演出,是因为神韵晚会展现了天堂 触动了他们的心灵,给予他们非常好的精神鼓励 迈克说,每年神韵的节目都不一样 他感到神韵使他的心灵得以升华 今年他最喜欢的节目是觉醒 他说当山洞里的佛像,都变成真实的佛的时候,那一颗飞,非常的震动,非常的特别,好像旁腹一溪见过 妻子林达非常喜欢水旧舞和清朝的舞蹈 Aspiggo等于W-I-A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-Push 唐纳德·罗姆·Ernodden是一家软体公司的经理 罗姆先生和妻子看完神韵演出后表示 他们非常喜欢神韵晚会的演出 他们觉得演出非常精彩 晚会的颜色,以及徐徐动声的表达手段 让他们惊叹 罗姆先生最喜欢的节目也是觉醒 他觉得这个节目中,主角两个完全不同身份,转变时人物的内心变化,虽然没有用语音,但是却表达了人物丰富的感情,罗姆先生说,他们明年还会再来看神韵,转载请祝明希。